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今天我们是赶到了R1的边上森林湖 我们来帮一个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夫妇来拍一下他们的房子 因为他们的房子我们马上就要给他们上市了 然后他们是这个房子其实非常的新啊 就是半年前刚刚过户 可是他们现在要就family grow了 所以他们要not relocate but upgrade 所以呢这个房子他们来委托我们来帮他卖掉 然后呢我们准备下星期上市 可是呢作为粉丝的福利当然要先给你们来看一看 所以今天在上市之前在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来拍这个视频然后让你们一睹为快 Let's go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 它是坐落在森林湖 这个Master Plant Community呢叫做Serrano Summit Master Plant by Lanar 整个小区呢一共是537个unit 然后这个collection呢当时呢叫做Arietta 一共是104个unit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呢整个小区呢其实一共有6个collection Arietta呢是他们一个入门级的连排S5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呢价格是从50几万开始的 那现在他们最后一个当时卖掉的时候也达到了80几万 而且是他最小的一个户型 那我们今天呢拍的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户型2 1508只两房2.5位 一个三层楼的townhome 这边呢是小区的进他们这个unit的一个share driveway 一个alley 那如果你需要停车的话呢 这边就可以有plenty of的street parking 非常多的这个街边的停车 然后整个小区因为是一个mass plant的社区呢 所以它有自己规划的会所 然后还有一些运动场 还有小孩子玩的townhome 它离面上的门湾的逛服 中心呢也是非常的近啊 大概有10分钟的车程 然后离周边的大华呀 然后on depot啊 整场的grocery shopping 其实也都是非常的近 因为这个森林湖这个sarendal summit这个楼盘呢 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r1可能只有70%到80%的价格 就能买到一个在井陵r1的一个 这样一个次行房的一个小区啊 当然它现在还有几栋房子还在卖 还没有全部卖完 但是那都是啊到180万以上了 然后这个arrietta这个户型呢 它是一个entry level的一个collection 那么在它6个整个6个的子楼盘里面 它是一个入门的户型 那么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说它等于是啊 会借其他这个楼盘的光啊 因为其他楼盘都比它贵嘛 所以它整体的value呢 价值呢就会被拉上去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不管你作为投资房啊 还是作为自助啊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啊 我们也可以考虑进去的 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 从家里出来啊 不行可能就一两分钟吧 好我们就到了它门口的一个户外的一个烧烤区 BBQ ROOPS 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最后还有小孩子的游乐园 还有一个小的滑梯 从解释从早上8点一直到黄昏的 适合2到5岁的孩童 它是有两个区域 然后刚才我们拍的区域呢 是适合6到12岁的孩子 然后前面这个区域呢 是适合2到5岁的孩子 所以它这边还是有区分的 这个是给6到12岁的孩子玩的 整个这个羽里所在这一排呢 是偏东南的朝向啊 这一侧呢是南边 然后这边呢是东边 所以现在是差不多下午2点钟的时间 太阳呢会从这边 然后东边 然后一直到那边 所以这房子是偏南的朝向 它其实 从早上到下午的采光 都是非常的不错啊 但是呢到下午的时候呢 它没有很多的西晒 当时这也是我们的这一对 年轻的买家呢 他们选中这个房子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连排嘛 本来已经你看像它这个 Arietta这个户型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看到是一共有4户人家 然后呢在这4户的背后呢 还有4户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Aplex 一个Aplex的一个户型 那么它的采光面 其实像如果是Interior Loud的话呢 只有这一面 所以当时他们选择这个朝南的 这一面 其实是对买家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只有一面采光嘛 那么如果是朝南的话呢 就朝向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 然后包括它的车库 我们看到它也是带自然采光的部分 一会儿我们进去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里面的话 采光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外观 一楼呢就是车库 然后一个正式的步入 然后二楼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 open floor plan 餐厅客厅和厨房 然后三楼呢是两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alright 那我们来进去看看吧 alright 进门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formal的一个entry的感觉啊 而且呢它这个我们注意到 它的层高也是非常的高啊 这边它达到了将近有10尺的层高 进门整个的是其实非常开阔 你看包括它前面有一个小的front porch 对吧 那这个房子虽然没有这个院子 但是呢它尽可能的来给大家 偷一些空间 尽可能呢不要让大家觉得太局促 底下还有一个小储物室 一个storage space 你看它是蛮深的 ok 底门呢是13乘13的d转 我们去车库看一下 哇它的车库其实是非常的大啊 我们看到它整个车库是比普通的车库大啊 我们知道普通车库是20尺乘20尺的 但它这个车库其实已经达到了 宽有21尺长度有24尺 其实正常的车库到这堵墙其实就没有了 后面我们看到它放这个trash can啊和这些杂物的位置 它是额外的呃4个feet 那这个其实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车库也是带自然的采光 7尺的车库门 然后呢是配上Liftmaster的 with myQ technology 所以你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来控制这个车库门的开关 我们还看到这边它的电箱 让我们尝试着走过去来看一下 ok 一个电箱 然后这边是可以装了Future EV 然后feature solar 特斯拉 然后太阳的面板 都是可以的 它已经给你预留好了这个brake的位置 那现在这个洛杉矶的油价也是非常的夸张 随便加一箱油 我的车架一箱油 都是现在要到120块钱 所以这个电车是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 所以这些新房子它全部给你配备了这个EV Pre-Wire Ready 你只要找电工 把这个根据不同厂家充电桩的要求来把它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也是一个post tension的slab foundation 它这个只是一个水泥 它没有做防氧树脂的地平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 比较注意把这个重新要stamp出来 因为如果你把它遮住的话 那么等落干点以后 那么大家不知道这个是post tension的话 如果往下去转的话 有可能把地下的钢筋全部给撕裂 那这样的话整个房子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破坏 那上万磅的张力啊 就是瞬间的就被释放 像一个鞭子一样把这个DG就给抽开来 然后我们看到它是tankless water heater 然后我们看到它是tankless water heater Lunine Infinity plumbing 因为整个屋子这边是朝南的 所以其实这个车库的采光会是非常的好 我们就算把车库关下来的话 因为它是带透光的 所以呢 室内还是很亮 那我们就去到二楼 我们看到主人全部做了这个luxury vinyl plant的地面 这个LVP的waterproof的地面 那么包括楼梯也做了 那它整屋已经没有地毯了 全部都是这个LVP 而且它这个LVP呢 我们留意到它是非常宽的 它是有9寸的宽度啊 非常宽 然后床呢是有60寸 很上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open的这个floor plan啊 Living room Dining and open kitchen 非常的漂亮 然后因为整个这一面都是床呢 你看这采光是非常的好 客厅的面积也是非常大 16尺乘19尺的一个dimension 差不多有300平方英尺出头一个面积呢 有差不多将近27 28个平米 然后这边厨房 也是非常的open的seat 我们看到它的countertop granite啊非常好的材料 然后2.25英寸厚的这个edge 非常的厚 普通的countertop edge 只做到1.5寸 但是这个建商啊 是莱纳 莱纳是其实对这个小区 和包括在尔湾的小区 他们非常用心 所以他们给的 这个build standard的就非常的高 像这些都是included 包括这个standing steel的goose neck的龙头 然后这个single basin的stainless steel的sink 然后ge profile的appliance 一旦升级到ge profile 这里面全部都会是不锈钢的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非常厚的edge 2.25英寸的橱柜 shaker white thermal foil soft closure feature everything soft closure 30英寸的ge profile的炉头5burner 加上一个烤箱 那是一个convection oven ok 带风扇 那么这样的话 让食物受热的会更加的均匀 包括一个ge的microwave and the wrench hood combo 这边都是有排气的 everything soft closure 然后看到它的这个抽屉 see everything is soft closure very nice very nice 然后还有under cabinet lighting 这个是网络的接口 全屋都是gfci so well let me see 他应该还有trash can pull up right here heavy duty 厨房是13寸乘13寸的地转 这个是建商的标配 所以他们就没有换 但是他们把所有的地毯的部分 全部都是换成了这个LVP 放水地板 我们看到他们的pantry ok with frost 爽降的玻璃 这餐厅其实也不小 10尺 成11尺的一个面积 其实他们这边因为 买家是一个年轻的夫妇嘛 就两个人 家里是非常可爱的小猫 所以他们平时吃饭 这样的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想偶尔招待客人的话 这边放一个6人甚至是8人的餐桌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看到整个living space upgrade with a led can lighting package with ceiling fan pre-wire 这边它是装了一个 ceiling light 然后看到整个厨房 然后客厅也是全部是有4个led的can lighting package 然后with ceiling fan pre-wire very spacious 二楼的一个阳台 这个房子是偏东南的 所以呢现在是下午一点多了 所以太阳就慢慢的转到西边去了 但是其实整个还是采光非常好的 但是同时也不会太晒 photocell这些灯呢 到晚上的话呢 你是可以自动控制它开启的 好 alright you got your vinyl double pane glass door 我们看到它屋子里面也是装了这个security sensor 是硬的 是硬的 ok 墙物是4英寸的base board 露底下一个给客人的powder quartz 这个其实应该是level at least level 2 quartz white shape white spread faucet 这些都是升级其实 但在当时应该全部都是标配 frame frame is mirror 但是不带moisture control的 是自己manually把它关掉了 这边是有gfci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整个的2楼 2个卧室全部在3楼 3楼的楼梯它也全部做了LVP 整个这一个屋子做这个地面 它们的升级就花了差不多小1万块钱 alright 我们上来 上来刚才直接就看到它有一个quiet cool system 那么这里就是所谓的全屋的吸风系统 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这个机器呢 工作原理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风机 你同时呢 开一下这个窗户 外面的风呢就会被吸进来 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其实这边早晚问题非常的大 那如果你到晚上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打开 就可以把空调关闭 那么10分钟左右 整个屋子里就会非常凉快 然后而且包括它可以把那个阁楼也进行降温 因为它这个风呢 是通过阁楼再排出去的 所以整个屋子就非常凉快 而且非常艰难 也不用用空调 所以这个是一个energy saving的feature 非常好 OK 我们先到了这个客卧 这个客卧呢 是12尺乘11尺的一个面积 也是有一个sealing fan的prewire 然后呢它就是给你放了一个temperate的灯 整个屋子也是全部换成了防水地板 二楼和三楼呢全部都是九尺的层高 然后所有的卧室呢也都是朝着东南的方向 早上有morning sun 但是下午呢没有太严重的吸震 然后整天呢都有不错的采光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small panel 所有的网线呢 什么电视机的有线接口 进了屋子之后 首先是到这边 然后呢到每个房间 missing door light OK 它这边应该底下是一个白色的塑料的东西 然后把底下的让这个门呢 再卡在那个小倉柜中 这样呢它就不会这样切好的晃 看这个home depot 买一下就是一两块钱的事情 看 alright OK OK 然后三楼呢有两个微信间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客位 也是一个36寸的成人的一个高度 然后undermal sink wide spread faucet 然后这边呢是frameless mirror 然后包括一个medicine cabinet 这边是一个fiberglass的tap and shower combo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标配 这些全部都是标配 cabinet all soft closure throughout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房 double stack gas drive honeyware的thermostat你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来控制 主卧面积也是挺大的 然后这边差不多有15尺 这里呢有差不多13尺 所以也是接近有200尺的这个面积 然后主卧我们看到它也是做了四个LED的pen lighting with ceiling fan prewire 非常大的窗户 非常大的窗户 非常舒服 这是motion sensitive的灯 13尺寸3的d窗 mether closet 这边是这个shower 然后我们其实注意的是 它这个shower也是一个upgrade 因为它这个是真的tile 6x3的tile 不是fiberglass 然后floor to ceiling all the way up 底下是2x2的floor 所以shower 这边我们看到它这个也是升级了一个台上盆 然后包括一个level2的manly courts 我们看到他们的walk-in closet pretty pretty nice 它的closet应该是唯一屋子里面还有地毯的 一个是三楼这个closet 另外一个是刚进门的时候一楼有一个楼梯边上的closet 两房2.5位1508尺 一个非常适合作为start home 作为年轻年的第一套房子 其实非常非常的实用 然后包括有一个小娃娃的话 也是可以先用一下 因为现在你知道在urban在周边 像如果你要买到三房的话 你没有100多万以上是根本就买不到了 那么这边它现在是一个两房 要价是835000块钱 1500尺的一个面积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这边lake forest离urban非常的近 这边离光复中心 可能比离二万去光复中心还要近 所以说非常非常一个 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 这个房子其实等于是全新的 其实比全新的更好 因为他们其实在里面只住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 现在呢他们就是要upgrade 要搬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屋子里面去 所以希望这个房子呢 能够找到他的下一人 能够爱惜他的一个主人 这边是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out 拜拜